我看他确实也不太适合加入豪门 那我就拜托你了 千万不要让其他同事知道这件事情 这是一定的啊 我们来倒杯咖啡的 请啊 多利 豆腐 现在各校的教育比赛要开始了 那报名快结词了你们怎么都没报名呢 你们最近表现不错啊 我是很乐意啊 是夺利比较 我学武才学没有多久 上不了台面的啦 这只是观摩而已嘛 又不是正式比赛 别那么紧张啊 就是说嘛 反正是自在参加不再得奖啊 那你们好好想一想咯 多利 当初是你鼓励我继续练武的耶 结果我好不容易建立起了一点自信心 结果你却退缩了 对不起啦 可是我真的没有那个勇气啊 没有什么好怕的嘛 就算要丢脸的话 也是我们一起啊 对不对 而且如果在比赛中啊 我能够有一点点好的成绩的话 我在躲新的面前 以后就能够更勇于展现自我 帮忙啦 帮帮忙啦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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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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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利 拜托 你慢慢看 我也趁老板娘不在的时候 多赶几个见 好吧 我妈先起箱先还清 今天过得好吗 为什么他们要用不遮住你 你知道吗 我们的舞蹈教室要举办成果交流赛 你觉得我该去参加吗 如果不参加的话 就会影响到豆腐 可是我真的很怕出球 我需要你给我勇气 我真的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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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想到你舞跳得这么好 你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自信 去参加比赛吧 你干嘛偷听我说话 你不要误会 我只要拿一罐水给你喝 朵莉 去吧 你总不能让豆腐烙单啊 我 我想 红衣少女一定很希望你去参加比赛 你会是场中最要演的舞者 你是不是在讽刺我啊 我怎么能跟他比 他只是化中一个舞者耶 你怎么知道你会跳得比他差呢 你太小看你自己了 你看他的神韵 对我来说 他是最棒的舞者 难道你在下笔的时候 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吗 是啊 但我更相信 只要你勇于表现你自己 你会跳得比他还棒 真的吗 谢谢你对我这么有信心 不过我想 我会去参加比赛的 就算是为了豆腐吧 不过你要替我保密哦 我学武的事情啊 别让其想知道 免得他又笑我一顿 你那么在乎他啊 才不是嘞 我只是怕他弄得 人尽皆知小题大做的 你知道他就是有那个本事 是啊 他总有意欲常人的本事 对了 这两天 你有跟他联络吗 没有耶 听你这么一说 我才发现这两天 我倒挺平均的 他 人不太舒服 他在老家 老家 为什么 他生病了吗 他的三智有个老家 平常 不太让人过去 昨天晚上 我跟他通话电话 但他的声音 听起来没什么精神 而且很快就把我电话给挂了 哈 他会挂你电话哦 是啊 那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我想 也许他现在最希望见到的人 并不是我吧 嗯 你知不知道 在宜蘭的时候 我跟其他猜拳决定 看谁能得到追求你的权利 猜拳 为了我 这算什么 赢的人就可以得到我吗 你们会不会太幼稚啊 以前我跟他只要有争执 就用猜拳来解决 我不喜欢跟家珍 其将讨厌别人让他 所以猜拳决胜负是最好的方法 那你们是不是应该问一下奖品的意见 参赛者当然有发言权啊 我只是负责结束比赛规则 我拒绝参赛 也不会接受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你讨厌我们两个啊 人我不讨厌 但是我讨厌处在被决定的地位 好可惜哦 三战两胜 我是胜利者 所以我变成你的战利品了 荒唐 那如果 是齐翔赢 你会觉得荒唐吗 就算今天赢的是齐翔 我的答案还是一样 还好 我取消了猜拳的结果 要不然 被一桃烟就糟了 这样好了 我们两个公平竞争 你来决定成绩胜利者 总行了吧 你们两个真的很无聊 这是齐翔老家的地址 你可以去看看他吗 我现在真的没有什么时间 偏偏现在的他 又非常需要别人的照顾 他不是不喜欢人家去他那边 我想你是不一样的